嗨 大家好 我是Peter 很開心又在這裡和大家見面了 現在我來到我主角城市 Issaca Shopping Center 樓上的Food Court 那裡喝一個很晚的咖啡 因為今天辦完的事情都很晚很晚的了 現在就沒有什麼人的 你看看 百分之三十左右 挺清淨的 除了這些音樂之外都OK 它音樂開得很細聲 不像那些餐廳 嘩 開到大聲了 一開門進去就馬上就走了 太吵了 我吃飯 都是喜歡比較寧靜一些環境下吃的 當然 吃飯 喝茶就不同了 喝茶放到人家熱鬧了 當然 大家千萬不要 我是老餅 Out of the day 或者Out of time 是不是已經過了時間 不是的 如果我喜歡吵吵 我就去disco concert pub club bar 但是我吃東西 我喜歡舒舒服服 安安靜靜吃 不介意一些柔和的音樂 但是不可以吵得 不得了 連聽的電話也不行 跟朋友聊天也不行 自己想安全性吃東西都不行 坐都不得了 不知道你是否有這樣的感覺 我真的不喜歡 不過每一個人的性格和愛好都不一樣 說明這個是每天的日機 當然要跟大家講一下心事 大家看不看得到今天天空 這麼早又是暗了 因為冬天是比較短的 但是不用怕 因為昨天早上 口了就說了 四五點就說了 最近我沒有喝咖啡了 每次都是買一杯 extra large的茶喝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本身都睡不著覺了 喝了咖啡更加睡不著覺 躲過去那十天 每晚都四點多五點才睡覺 對身體是很不好的 因為人的肝臟機能呢 發揮它最大最好的功能的時間 就是晚上了 但是我把陰陽變倒了 對身體長遠是非常之不好的 大家跟我一樣有睡不著夜睡的習慣的人 就一定要改 其實我不是睡不著是不想睡的 有很多東西弄的 這樣就習慣了 不過這個是我毛病 我從小到大都不喜歡這麼早睡的 我記得小時候說 8點半、9點鐘就被家人抓著 趕上床 那時候做小孩子很慘 找到我的狗在床上 睜眼光光光 望到12點才睡得著覺 這個是我從小到大的problem 改不了的 不過幸好呢 我呢 我呢 盡量把我的appointment 工作時間自己安排得很好 盡量不在一早 但偶然都會有些很早 兩三個在一起 那我沒有辦法 我就要 努力逼自己起早生那一天 很辛苦 很辛苦 寧願起床一天 辛苦 一次過做了三件事 好過要分三次三天 這麼早起床就頂不住了 是否看出外面呢 那個景很漂亮啊 聖誕節呢 就過去的了 不過呢 很多摩啊 或者家裡的人呢 你經過呢 他們將聖誕裝飾品呢 保留到 等於到一月 或者有些更誇張 保留到那個 情人節才刷的 隨便你咯 因為我又不是基督徒 又不是天主教徒 又沒有宗教信仰的 所以我不知道 聖誕裝飾品 是否應該一個聖誕節 立刻要拆掉去 或者那些人呢 可以放到一月 或者是情人節之前的 那我就不知道 如果放得太久 對迷信啊 風水有沒有問題 因為呢 很多歐洲人 北美洲的人 很順便風水 和很迷信的 不過呢 就看他們自己喜歡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沒有這方面的知識 所以不可以亂說 不知道你知不知呢 如果你知的話 告訴我 是可不可以 就是過了幾個節 都留到一月份才刷 我家裡附近 很多人 我看到他們 都等到至少一月尾 才刷的 是否那個食物很安靜 現在是沒有什麼人的了 因為呢 他過了午餐時間 又過了三點鐘下午茶時間 又不是吃晚飯時間 所以你看看 只有三成左右了 坐著坐著 又肚餓了 想去買炸雞吃 不過炸雞的卡路里太高了 小心三高 尤其是今年減肥失敗 所以都要小心小心 不過呢 有一個挺好的消息 就是呢 我上早排去抽血現身 那報告出來了 就OK 託大家的福 那家庭醫生說 我本來你那個幾歲 我去拿報告的時候 就想著問醫生 可不可以呢 開始吃多些蛋糕 牌和甜品 是吧 那我去到了 那醫生跟我說 啊 你有報告出來了 一切都OK 那你就著著繼續這樣下去 不要亂這麼 就是 小心三高 是吧 哎 搞得我就是無人 就是 免得問都不用問 因為是叫我繼續努力下去 真是慘了 不過這樣啊 你信不信呢 有些人呢 可以吃甜品的 好像呢 我看這些新聞 有一個日本的阿婆 一百三十幾歲 她的長壽秘密 就是 最喜歡吃蛋糕 每個星期都吃 一次兩次蛋糕的 她真是好 Quality of life 她人生的質素 真是很開心 我想一下呢 我再遲些 當我老了 我或者不會這麼戒口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餘生呢 很短的嘛 那樣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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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 所以我一定要平衡 我會吃 但是呢 吃得比較 控制一下份量 當然現在更加要控制 因為現在呢 還可以說是年輕的嘛 希望呢 將來身體健康呢 因為現在那些人每個 活到一百歲 真是很簡單 但是我認識了 那一手都起碼少過十幾個 就是九十幾百歲 所以現在人家生日 你千萬不要祝人長命八歲 被人罵你的 我現在呢 就是 如果真是 有些年紀比較大些 人家做生日 我都說祝你長命二百歲 千萬不要祝人家 長命八歲 因為很多人都過一百歲 你送我說吧 那我就叫了一杯特大的茶 Regular OK啦 喝一下 坐一下 聊一下 跟你們 這裡呢 都很多呢 華人在這裡 菲律賓人 在這裡喝茶 和朋友一起聊天的 外國人就是很快 來一來 通常家庭 或者年輕人 來一會兒吃完就走了 如果你們呢 是剛剛新來呢 看我這個視頻 每天都很多都是新的 YouTube裡面的朋友 有緣人 看我的網站 除了有些很好的YouTube 那些 YouTube網友 他們真的差不多有些 每天都看的 那些 真的很感恩 很感謝他們的支持 你們的支持 對我來說很大的動力 和很大的鼓勵 是不是 我們網上看到的都是緣分 因為呢 一天全世界 幾億條片上網 你想想可以撞到 看到是不是一種緣分 所以我都很珍惜的 很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尤其是給點讚 訂閱的那些很開心 因為呢 最近我發覺呢 我那個 訂閱的那些 多了很多 開心死我 我終於捱到出來 超過五千 現在有六千多個人訂閱 很感謝很感謝 很感恩 所以很多都是新的 那我就要呢 間中都會介紹一下 我的頻道給他們 那好像呢 如果你是新來的 那我的playlist 就是目錄裡面 有整個1700個video 分開了十幾個種類的 那有講鬼的呢 就是我 做了一個談鬼說鬼話鬼 很好聽的 全部真人真事來的 另外呢 譬如你喜歡煮東西呢 那我就大家研究一下 不敢說 教大家煮 不過呢 就是給大家看一看 一個很簡單 花飯為簡 還有用很簡單的材料 而立刻一看一次 就立刻可以做到 送給你自己吃的 很適合一些單身人士 學生 或者從未煮過東西的朋友 你看一下呢 很容易的 有很多網友跟我講 哇 他們做了出來 非常之開心 我還開心過去 那跟著 如果你喜歡煮熱帶魚呢 我有很多條片 是拍一些熱帶魚的 所以都有 不過就比較少一點點 相對的 熱帶魚 給起來 但是都很漂亮的 有些很好看的 那又有講 怎麼樣呢 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如果你是 沒來過加拿大 那看一下加拿大的消息 華洋的消息 外國人的消息 不要笑 有些人很喜歡看消息的 這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個畫家來的 當然我這個牧場裡面 有很多畫 我知道畫藝術的東西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的 有些人一聽到 嚇到害怕到 說悶到抽筋 如果你是對畫有興趣的 或者想好奇心 看我怎樣的 你去我的那個網站 我有三個不同的 section 是講我的畫畫的 一個是英文的 一個是講我的所有畫作 一個是講我曾經去過的畫展 自己那三個私人畫展的片段 而且你都挺過癮的 不過大家呢 或者不講你 你不知道 現在要賣花、讚花香 我在加拿大 多倫多都算是一個 有少少名氣的畫家來的 曾經被人選過 在加拿大最大的 安省美術會 做執行葬事的 最開心的 也是被會員選了我出來做 很著名的大畫家 孔雀王韻醫生 也是我老師 在他那個創辦的會 麥韻勤星做主席 也很可惜 因為我那時候還是有些生意在做的 還有很多其他事情很忙很忙 所以我只能做到一屆 那就不再參選了 反正我知道下一屆那個想參選那個 會長呢 他又很熱愛藝術的 很出力、出心的 很多事情做得很好的 這樣呢 我想比別人做好 那樣言 人家出力、出心 真是全副精神都放下去 這樣對這個會更加好 是不是 你看一下我youtube 我youtube片那裏 下面的description有條link 就是我的網絡 你看一下 一開始有些細畫 下面那些是我大畫 我通常一般是畫大畫的 那如果你們喜歡畫的話 那你可以聯絡我 好像一個文章神經那個 我都覺得我也是一個其中成績收藏的畫家來的 不好意思啊 在那裡自吹自擂 但是真的 我不會講假話的 你可以上去查 去上網去查的 一查就查到了 那還有什麽呢 還有很多東西 我真的忘記了這些東西 死不死 暫時性失憶的 你自己去看一下 有很多個不同的session 啊 現在天黑了 你看看多漂亮 多聖誕燈色呢 還在那裡 是不是很漂亮很漂亮 如果七彩都還好些 不過呢 整個佈置環境是這麽淡的 或者七彩它會覺得俗 那都ok的 好 我都喝完茶了 要走了 多謝大家收看 那有時間看一下我這個視頻 尤其是一個生活日記 那大家聊聊天 保持聯絡 做一個網上的朋友 不要緊是國外的 那是海外全知己 天涯藥 比倫 如果有緣的話 始終有一天我們可以見到面的 那好吧 祝大家身體健康晚事而易 裁員廣進 下次見 記得給個like 留言 訂閱 訂閱不用錢的 又沒有那個限制的 那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多謝 下次見